今年三月份布里乡公所进行了前广场的改善工程 那么大门就已经关门到现在 那么厢长表示呢 过去就是有很多的民众都反映出入非常的不方便 并且广场跟前面的马路的高度是有落差的 所以为了要辩明实施这项的改善工程 也预计在这个月底会完工 今年三月份布里乡公所进行公所前广场改善工程 大门就已经关门到现在 更配合疫情的关系 从侧门单一出入口作业 乡长表示过去很多民众都有反映说 公所停车位有所限制 并且广场前前面马路高度有落差 对于部分民众来说很不方便 所以为了辩明实施这项工程 预计这个月底就会完工 因为有高低落差非常的大 所以影响到我们整个交通动线 尤其是老百姓来这边洽工的时候 非常的危险 所以这次经过我们跟科长的讨论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相公所的门面 往下降了大概将近1.2米 所以现在看起来视线蛮广阔的 商场表示这是透过华东基金 争取到的1800万的经费 除了相公所门面改造以外 还有道路的搏油铺设 从石排村的中心路一直到邮局这条马路 都有铺设搏油 主要是来改善整个交通动线 方便居民 接着高松松不理想采访报道